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北上怎么做观察 先来请教张雨明分析师 好的 今天台股涨160点12956 今天这个K棒非常的关键 今天如果没有拉这个红棒 后面就会有麻烦了 当然不是每一天都是关键的点 今天是一个关键的点 为什么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为什么今天是一个关键的点 我们看图板 好 我们先看台积电的格局 我们看台阯主人中线是不是来到零走了 如果再跌就会跌破 今天是拉出一根阳线出来 拉出一根红棒出来 这当然是正面的 包含电子股也是一样 你看它已经在中线再零走了 如果再跌可能就会跌破了 包含大盘也是一样的 中线怎么样再零走了 再跌就会跌破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K棒 当然是相当的重要 那我们从大盘来看 从电子股 从台积电 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不要忘记了 台积电占大盘的全值23% 占电子股的全值46% 所以你看完台积电 其实大盘电子股就差不多了 相对的也被它怎么样 蒙蔽掉了 到底什么格局 因为台积电参在里面 它太强了 所以你可能看不清楚 那我们来看看上柜好了 我们看上柜的格局 上柜你看 怎么差那么多 第一条区域线在临走 筹码线在临走挣扎 第三条东容线已经 这个感觉上跌破了 所以我们三线怎么样 非常非常非常的脆弱 上面出现三个卖出讯号 它是上柜的指数 上柜有多少档 上柜有778档 那如果看经验电脑 它有103档 所以这么多的股票 怎么样 很明显都转弱了 懂意思吗 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说 奇怪上柜跟刚刚讲的 电子股好像差很多 为什么 因为那里面有台积电 懂意思吗 包含大盘也有台积电 所以你看不出来 一旦你看到上柜 你就昏透了 奇怪 这将近1000档股票 怎么感觉上 非常非常的弱势 所以这就是盘面上 操作最难的地方 很多人会迷糊 搞失了方向的一个地方 好 那我们说接下来行情将面临 最难操作的行情 也是最困难的行情 那我们说最迷糊的行情 要怎么样 当然要需要有明确的指引 只有明确指引 你才不会走错方向 最好能够让你看得非常清楚 你才能够操作起来轻轻松松 那我们就从成交值排行榜 来做一个切入 看看今天排面上 这些股票的格局是对还是不对 那我们请看 成交值排行榜当然包含台积电 联电包含联发科 这个PCB的蓝电 新兴金像电等等 最近的PCB都占到成交值排行榜的前面了 那另外包含长龙 今天是拉上来占到前面来了 那光学里面的郁金光等等 还有大力光 另外一些像可乘 红基等等 那我们看这股票 到底他们的格局是对还是不对 我们说这股票非常重要 成交值等于成交量 乘以成交价 那代表什么代表市场的资金所在 关注所在 所有大资金都在这些股票来进出 那如果这些股票有转空的疑虑 当然超市上就要非常小心 好那我们先看来 台积电看过我们看联电 联电的格局对不对 对的 三线架构还是完整 已经涨一波上来 目前这个DOTO格局并没有破坏 联发科已经一样 从375涨到这波760 它还大涨一倍了 但是来到这里 联发现在一个月涨不动 有没有 这里的位置跟一个月前是差不多 它已经涨不动了 那格局是什么 第一条多方 强不强不强 丑环线在临左 动线快要跌破了 所以我们看完说怎么样 这两条线都快要跌破 第一条线也不强 很明显的IC设计龙头 联发科即将陷入整理 没错吗 因为丑环线动线在临左 它即将跌破线入整理了 所以我们这个怎么样 态势就比较不对了 操作上 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了 所以我们跟他提醒过 目前来讲半导体 联电台线依然在多方 但是IC设计已经多空互建了 像联发科我们刚刚讲 第二线第三线有危险了 世新瑞玉详硕硕等等 我们看这些相关的股票 看一下立基 第一线 虽然它目前还在透透格局 丑环线跌破 动线在多方 第一线第三线在多头 趋势翻扬 动能还算 稍微没有很充沛 丑环有点凌乱了 那我们看近期怎么样 陷入一个整理的格局了 有没有这里跟这里 是不是一个月前是差不多位置 近期陷入一个震荡整理的 三线架构怎么样 没有那么完整了 所以就说你超市上 要特别小心了 如果我有 这种股票我会先获利出场 那如果没有 没有我不会进去抢 那会不会放空 不会 为什么 我必须等他卖出去 他出现 你急着去放空没有用 等他卖出去 他出现 三线破两线 要放空再进场 你最近放空会被修理 好 那我们再看 一龙电就不对了 像这样就三线破两线了 这里就是一个空电 暂时怎么样 要陷入多头的一个整理 这里可以放一个短空 但因为他只有三线破两线 他还不能是一个 判定是一个空头格局 只能算是多头的一个休息 所以你做个短空是可以的 但是怎么样 要小心 这条线如果继续往下掉 甚至跌破 那就空单加码 那如果现在两线拉起来 变成出现一个买倾讯号 那空单就要做一个回补 这就是操作上很微妙的地方 股票操作没办法 很简单就把它讲完 它有一定很多微妙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看 一样艾西设计 翔索 对不对 不对了 三线破两线了 这格局不对了 大涨一波之后 来到这里 格局都不对了 好 艾普更狠 三线都已经转空了 转空几天了 第五天了 第五个交易日了 这格局完全都不对了 那么你看 卖出去那出现 一个月不涨 只有三线走空 你看连续拉回 现在第五天了 所以碰到这种 三线转空的股票 趋势往下 筹码凌乱动能不足 很简单 先跑再说 甚至是反手放空操作 所以艾西设计 整体来讲 有慢慢转弱的迹象了 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那我们再依序往下看 来 比如说新兴 南电跟新兴 都还在多多格局 三线架构都还是完整的 有没有 所以你去放空南电跟新兴 当然还是不对 最近有人说 他去空南电新兴 那为什么空 说穿的时候 看他涨不爽 不就这样而已吗 没有逻辑 为什么要放空他 趋势往上 充满安定动能 它没有跌破 线也没有往下掉 懂意思吗 趋势往上攻的时候 它还是很长 所以这种格局的股票 你不能随便去放空它 放空绝对不是因为 你看他涨多了不爽 去放空 这绝对是不对的 懂意思吗 所以这种股票 暂时是不能放空的 目前盘面上最强的族群 除了半导体就是PCB 这个印刷电路板 所以这两档股票 南电跟新兴是整个PC电路板里面的一个代表股票 好 我们再看被动 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国具龙头 不对嘛 不对很久了 第七个卖出讯号已经出现了 那我一再跟他讲 这种格局股票你不要去抢 赞民已经讲超过三个月了 这种格局的股票就是不对 为什么 三线都转空了 那前面这边卖出讯号一大堆 压力非常沉重 所以这种股票你抢是不对的 好 那我们看周线 什么不足 动能不足 第三线太短了 其实第一线也不长 第二线也不长 动能不足是最严重 它根本没有上攻的动力 那有没有碰到压力 有啊 这里390的压力 碰到压力 它又没办法有动能 充沛的动能来 突破这个压力区 所以我们看周线也是一大堆问题 日线有问题 周线也有问题 所以这种股票 就我的操作 我是不可能做多的 当然有些人不相信 说他基本没很好 要去买 那我们就祝福他嘛 我们就是做人要有风度嘛 爱不到他 我们是要祝他幸福 这很基本的一个逻辑 但是有一天 或许这种股票我会放空他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好我们看国区 国区比较麻烦是什么 你看他盘在这里 那盘在这里利多一直发 一直发利多 结果股价涨不上去 甚至往下修正 那我们说利多不涨 叫做利空 懂意思吗 你现在利多最不动他 那请问家长发利空 不就要跌了 所以这是比较不利的地方 你要看一直发利多 一直发利多 股价涨不上去 这是很糟糕的 好 华欣科对不对 当然不对 为什么不对 第一线这么脆弱 出现这么多卖出讯号 这格局当然不对 前几天还跌破三个月底点 所以你买这种股票 当然是不对的 好 七一星应该算被动人间比较强的 但是他问题在哪里 他有没有突破这个压力 1.2有突破 那突破完之后 因为第一线太短了 第一线比第二线第三线还短 趋势比动能跟筹码都还要短 那第一线很短的时候代表什么 代表上档的压力很沉重 所以这种格局我也不会做多 那上档压力这么沉重 我们干嘛去买它 对不对 好 所以这种股票 算是被动人间里面最强 可是也是有问题 所以这种股票还是要小心 好 那我们看光学 光学对不对 自从我讲他卖出讯号出现 盘了一个月了 涨不动了 为什么涨不动 三线破两线 他当然涨不动 压力没有克服 也没有跳空 也没有长红棒 非常弱势在那边整理 所以格局当然是不对的 不管利多怎么发 对不起 就是涨不动 好不好 那我们看另外一档 股王大立光 大立光的格局也很类似 什么格局 你看他格局 对不对 当然不对 出现卖出讯号 而且三线非常的脆弱 支离破碎 所以这种格局当然是涨不动 我们看周线更糟糕 三线转 第一条曲线就转空了 当曲线转空 要大涨的机会就很小了 卖出讯号压在上面 4300 4331 4206 4606 你会压着 三个卖出讯号压着 它涨不动 动能又不足 所以看完之后 你看日线也不对 周线也不对 所以光学族群就先不看了 所以我刚刚讲很多族群 被动人间光学都不对了 对不对 好我们再往下看 还有什么 有啊 这个滴润 滴润对不对 当然不对 你看这边三个卖出讯号 三线破两线 这格局是不对的 好包含望宏 快散记忆体也是一样 这格局也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看完这么多族群 到这边 滴润不对 被动人间不对 光学不对 生计股也都不对的 我上礼拜也都讲过了 这格局是完全都破坏掉了 前阵子我在做多生计股 赚99% 你看我最近我不做多了 你什么时候 最近听我讲 跟你讲生计股 生计股的格局也都不对了 PCB不一定 有的对有的不对 星星 这个华通是对的 南电跟华通对 星星就不大对 金像电也不大对 这个打错了 这两个位置要对掉 好 IC设计很多不对的 我刚刚已经提醒过了 半导体还是对的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 就两个 一个PCB一个半导体 其他很多怎么样 这些族群 通通是不对的 既然这样 你操作上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尤其上柜 上柜出现三个卖出讯号 上柜有778档 红天流有103档 这股票完全都不对了 你看103档股票不对 那是何等的严重 所以会让你造成迷惑 你要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我们说多头里面怎么样 它是用轮涨的方式 所以你看到今天 这个长龙在涨 多头是用轮涨 空头是用怎么样 是用轮跌的方式 轮动的过程 有时候非常的快速 大盘 类股 个股 它不会同步 所以不是大盘等于这样 它就等于这样 不一定 大盘可能转空了 个股还在涨 大盘可能翻多了 个股还在跌 所以这种情形 你要特别注意 大盘 列股 个股 它是不会同步的 多头怎么样 轮涨 空头是做轮跌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好 我们看长龙 讲完多头轮涨 你看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卖出讯号 严不严重 很严重 这么严重的卖出讯号 要怎么突破 我没有讲过 压力要怎么突破 三个条件 其中第一个加第三个可以 第二个加第三个也可以 一加三 二加三都可以 一定要第三个 第三个没有成立 对不起就是不成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答案 什么 要跳空突破 一定要配合三线翻多 趋势翻阳 充满丁 动容充沛 或者是带量长龙棒突破 一定要配合三线翻多 就是二三或是一三 那我们来看看刚刚的长龙 有没有 这边是不是很多压力 四个压力 四个压力 什么突破 有没有看到吗 长龙棒 看到吗 突破完要怎么样 一定要三线翻多 请问这个条件有没有吻合 有了 突破之后整理三天 再一个跳空 今天再一个涨一半 又拉一个跳空 这格局是对的 三线架构非常完整 股价创新高 趋势创新高 这格局是对的 都怎么样 这叫什么 叫多头轮动 因为之前它没涨 懂意思吗 它之前有没有涨 没涨 是不是这几天开始涨 那涨的时候要怎么样突破压力 那怎么判断突破压力 我们刚刚讲这个方法 请你把它记下来 这是不会变的 如果没有这种条件 对不起 它就是没办法突破 我想很少可以跟你把盘 讲得这么细 张爱民我想跟你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我们再看这股票起红 一样这边是不是有个卖出讯号 怎么突破 碰到压力要怎么突破 跳空 带两长红棒 对不对 好 这边有没有算突破 没有 因为局限还在空头 再拉维修这一次 再拉起来一根 有没有 这根就突破了 隔天再一个跳空 再一个长红棒 看到吗 那这里三线架架翻多 所以这里就能正式突破 这一根是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 因为没有翻多 懂意思吗 所以无效 再拉回修正一次 第二天第三天再突破 突破完之后再加一个跳空 再加一个长红棒 那就上去了 这多多格局就成立了 但是它有什么问题 卖出讯号太多了 很短就出现卖出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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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怎么样 架构比较不完整 一直出现卖出讯号的股票 通常不会走太远 因为它怎么样 好像身体有残缺一样 跑几天就要休息一下 你看一个马拉松选手 跑几下 等一下好喘 累一下坐一下 这没办法得冠军 身体不好 一下就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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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不好 所以它不能跑太远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汉宇博对不对 一样 这边一个卖出讯号 对不对 怎么突破 跳空或长红棒突破 有没有跳空 有没有长红棒 今天拉上涨零板 三线有没有翻多 这是对的 同意是吗 这也是PCB的股票 所以现在选股上 个别都差异很大 PCB 大部分是对的 少部分是错的 IC设计很多不对了 三线破两线了 其他的更不用讲 我讲低润 被动元件 光学 很多族群都不对了 被动元件等等 所以操作股票的过程里面 你不要选错了 你选错就没有机会 你会买到弱势的股票 好我们看金箱店 对不对 这很明显的 从这里盘整到这里 其实这一段都在盘整 为什么在盘整 第一个 两个卖出讯号出现 第二个 出现有没有翻多 没有啊 所以它涨不动 所以你们发现 这一段将近两个多 它涨不动 盘在这里 那我们说怎么样 有卖出讯号 三线没有翻多 那这里呢 这根四天前 这根拉起来之后 对不起它还是很弱 有没有看到很短 第二天呢 开始有修正了 线有拉起来的 昨天今天 线有拉起来的 但是还是一样的问题 第一线稍微短一点 上档压力还是比较沉重 容易留下上一线 但是多头有慢慢补正 这是好事 赵敏你会放空它 不会 因为它没有三线跌破 它也没有出现卖出讯号 所以我不会放空它 但是我要做多 它如果架构不完整 我就不会做多 好不好 这简单的说明 我们看宏基对不对 宏基格局是对的 他虽然走得比较慢 那格局是对的 好 旺系呢 不对了 三线破两线 出现卖出讯号了 看到吗 出现了要看整理了 三线破两线 第一线往下修正 这格局是不对的 好 自贸也不对 也一样三线破两线 低线变很短 这格局都是不对的 可曾呢 发力多 对不起 三线转空 一大堆卖出讯号 所以这种股票 如果你去买 你就会受伤 有人说可曾很会飙 对啊 以往很会飙 现在不会飙了 看到吗 为什么身体有状况了 生病了嘛 高血压心脏病 糖尿病 你把它当作一个X官配 你看一个卖出讯号 当作一个疾病 身上一大堆疾病了 看懂吗 所以它当然就长不动了 那目前状态呢 三线转空了 所以这格局是不对的 好我们再往下看 智邦呢 一样一二三四 四个卖出讯号出现 对不对 一大堆压力出现了 三线破掉嘛 这格局不对 所以这种股票是不能追的 好 重答对不起 三线转空了 蓝六 口罩相关的蓝六 对不对 下面有买进讯号是对的很好 可是怎么样 第一线转空 一样三线架扣不完整 所以这股票看一看就好 暂时这种股票 不是完整的格局的股票了 好不好 越崎岖难行的道路 越需要有明确的指引 现在就是一个崎岖难行的道路 个股之间差异非常大 那你不要买错了 买错是没有机会赚钱的 好 看得清清楚楚 才能够操作的轻轻松松 不要把它看错边了 多工转换就是在创造奇迹 每一次多工转换都会创造很多有钱人 因为你买对的做对股票了 但是也会出现一大堆穷人 为什么你买错缴学费 当然就会变穷 懂意思吗 单纯的买点赚小钱 多工转换赚大钱 现在做什么 就是要做多工的转换 所以你一定要做对边 好 东升粉丝请你拿你手机来 扫描这个QR Code 扫描完说你是东升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电话就可以了 有任何问题 任何持股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的lighter里面发问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明君 好的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聚请张老师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涨叠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我们说现在这个行情 会比较难操作 因为各个族群的脚步不移 尤其上柜的股票有778档 目前上档出现三个卖出讯号 而且三线已经在临走即将跌破 所以我们说超速上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我们看上桂 上桂今天成交值排行榜在这里 那我们把这些重量型的股票 一一看一下来 昌和今天工商的涨停板 但是在K线上 你会发现它从什么样 从两线翻多 第一线趋线跌破 开始变成三线转空 一大堆卖出去那出现 然后这样跌了三个月 所以如果你不晓得 其实大盘没跌 它已经领先跌掉三个月了 到这边 大盘还没跌 它已经领先跌掉三个月了 所以每档股票的走势跟大盘 是不同步的 你要非常小心 你不要买掉弱势股票 就容易受伤 好 那我们再看 精彩 对不起 三线破两线 看懂吗 筹码动了都跌破了 低线在临左附近了 所以这种股票涨不动了 要小心 好 合一也是一样 大涨10倍之后 开始拉回修正 那目前呢 目前突破这个压力区 可是怎么样 这个压力还没有突破 300亿还没有突破 那什么问题 三线太短 看懂吗 这个非常的脆弱 DOTO 但是非常非常的脆弱 所以我们做股票要怎么样 要挑强势的股票 不是买那个弱势多头的股票 这个就是弱势多头股票 线太短了 懂意思吗 有点涨不动的感觉 中天的格局也是一样 尤其第三线洞容线 完全没有动能 涨不动的感觉 好 那我们再看原项 上档出现一二三四 四个卖出讯号 这格局当然是不对的 好 比如说文贸 三线破两线了 这格局也是不对的 比如说历次 三线虽然翻多 但第一线 你看股价是不是创新高 对喔 那区域线有没有创新高 没有 他反而往下掉 来 股价往上 区域线往下 对不对 你看这里 区域线是不是这样往下 股价是不是这样往上 这叫什么 叫开口 开口就是背离的意思 这格局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他往上的攻击的力道 越来越脆弱 懂意思吗 这你一定要小心 好 我们先要看 比如说双红 跟刚刚的这个格局 立志是一模一样的 股价往上 区域线一直往下 这格局当然是不妥当 好 最糟糕 当然是这两股票康有 今天827号 又再度打到跌停板 这是今天的第六支的跌停板 成交量 挂媒跌停卖不掉的股票 还有33772张 这数量越来越大 看完这两股票 现在很多人是很伤心 很难过的 有买到的人 好 你看连续六根跌停板 那其实它去年也发生过一次 这边连续14根跌停板 看懂吗 从538跌下来 一样每天都跌停 打了14根 所以很多人在这种股票上面 受很大伤害 今年反弹之后又搞一次 真的是 这个无可救药 去年都搞一次 今年又再给你搞一次 这边14根跌停板 那目前又六根了 好 那我们看目前 交易所对它的处置就是 叫它明年二月以前 要把财报交出来 那如果交不出来 可能到三月 就会被下市了 当然现在可能 从18号开始 要先做暂停交易 因为它半年报 根本交不出来 为什么交不出来 因为快议司跳船 快议司也没有交接 好像也暂时找不到人接 快议司就先辞职了 那没有快议司 只得来签财报 财报就交不出来 当然18号就是明天开始 交易所把他暂停交易了 好 那我们整个事件 从董事长黄文烈 用大陆的子公司 六万华能设备 跟干州银行借了11新台币 借完之后出事了 总经理跳船 财务长内部集合 签证快议司一起跳船 之前签了一出事 马上跳船 我们不曉得这样 对还是不对 好像很不负责 可是他是不是 非跳船不可 那现在公司 变成没有快计 当然这是他们内部的事 可是投资人就倒霉了 你买到他的股票 被你暂停交易了 甚至有被下市的危险 每天跌停板跌六根了 那是马上伤害到投资人 那之前签的财报 到底是有效没效呢 每年都赚将近一个股本 现在大概市场 没有人相信这个财报了 连会计师都跳船了 这是比较糟糕的地方 好 赵一鸣碰到这种事件 我当然是心里觉得很难过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受伤了 但是我很庆幸 我的客户都没有买这种股票 为什么他们不会买这种股票 因为我一辈子没有买过KY的股票 我一辈子没有带我的客户 买过KY的股票 KY就是开曼群岛 就是F 意思都一样 一个信箱 装进50家台湾上市贵公司 这种情形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 退休了我不当分义师 我去单纯的投资股票 那我也不敢买 那我不敢买 我怎么会带我也买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想这事情是很感慨的 你看日线不对 一个多月钱就出现卖出去 周线三月就出现卖出去 所以这种格局 你是不应该去买这种股票 懂意思吗 好 时间不够了 以往的核旺也是一样 2016很出世 当年的核旺 很多人都不晓得 后来一样连跌 跌到下市 跌跌跌跌到下市 高点的时候 全市场只有一个人讲 直接讲了 就是张艺民讲的 懂意思吗 我们找到那张图 就是这张图 当天我在节目里面 就这张图 我在节目里面讲的 何望转空的 说真的 每次这种地雷股都会被我碰到 而且我都是讲那转空 而且提前讲 真的是很巧合 那我很庆幸 我没有买到这样的股票 好不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说了 单纯的买点赚小钱 多空转换是要赚大钱 当多空转换到 你务必要做这边 东森粉丝 请拿一手机 扫描这个QR Code 扫描要送你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 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留下一并询问 我们把时间交给明君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朋友 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注意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第十二集 周达 收 Erik